以前那些徒弟 这是我的 因缘嘛 我没有恨过我任何一个徒弟 但是我有一个绝招 就是这个徒弟不能救的 我就远离 任何一个人讲他就不听的 实在不能入道 不堪做法器的 没有办法教的 有的人如啊 这个观念怎么样就转不过来 那你费劲的心思 生命体力耐力都耗在他的身上 那也得不到一点点的效果 放心 get up get up 没有办法 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教化更多的众生 来成就更多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的日子很好过 所以我常常讲 我不晓得要烦恼什么 真的 我没有恨 我心中没有恨 我讲的绝对如实语的 不管你怎么样伤害我 我没有恨过任何一个人 不是讲我很伟大 我在告诉你 我有在进步 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讲 这提伯达多 这个提伯达多怎么样的害他 释迦牟尼佛就发言要度他 随孟子也 天降降 当然一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金骨 恶其体负 控罚其身 随之到最后就争议其所不能 那么我们世间的人的梦子 这个贤圣都叫我们要平等观 所以佛法要叫我们真妙平等 看破放下就是不失 看破放下就是不失 大不失 看不破放不下 你就不是不失 不失是六度的 你看破放下烦恼就是施舍掉了 放得下吗 就包括了六度全部 所以一切做不失想 持戒无持戒相 精进无精进相 所以事无量心 慈悲喜舍 这是非常重要的 慈悲喜舍 再来一句就不争恶人 我们要知道善能恶人 我们必须一定要亲近善能 要远离恶人 我们要虚空之量 来容纳一切的众生 我们要以德报怨 我们要赏善罚 惩恶 惩罚那个恶人 那惩罚恶人就交给法力 如果今天有一些众生 真的来伤害我 我不要跟他正面 我一切交给法力来处理 一切交给警察来处理 就这样子 我不要跟你正面 你要什么事情 到法师所讲 上法院再讲 一切交给警察 所以讲堂发生任何一点小事 我马上就叫警察来 我不要跟你正面起冲突 没有这个必要 警察就替我办好了 你有什么应验 我没有跟任何人应验的 你说我没有跟你借下钱 对不对 我也没有破坏你的家庭 我也没有杀人 也没有放火 也没有掳人勒手 你说我也没有违反法力 你找我做什么 你找我捣蛋 我找警察 很简单 所以我们要知道哪个是善 哪个是恶 但是我们要亲善远恶 因为我们要虚空之量 来容量那些坏的 我们要以德报怨 要赏散 我们惩罚恶人 方该初级佛学教材 第二十三页 同学们说师父这里没有讲到 那么我们补充一下 二十三页这个地方啊 是说我们的五音声 这个种 就是身心 我们一个人 上面一个圆圈的意思 就是一个人的意思 这个人 分两个角度来谈 一个是身 色身 一个是我们的心灵 这个身心呢 就像根本地义一样 所谓的根本地义 就是非常的痛苦 所谓的根本事 类似根本地义一样 我们人呢 灵魂神事 被关进这两个地方 这是初分 如果细分的话呢 是色受想行事 把心展开来 四个角度讨论 是尤真地义 相似尤真地义 所以尤真 就是根本地义旁边的 每一个根本地义的 十六个地义 其中之一 那么如果在细分 就是六尘 色身相畏处法 六根 言而逼色身意 六四 就是看 听 嗅 常 受 念 那么 类似 孤独地义 孤独地义 就是三年 水边 古庙 那么这十八戒 就是六成六跟六四 换句话说 我们的身心 就像一个牢狱 关注我们 因此无论是五阴 或者十八戒 主位看右边 右下角 五阴 或者十八戒 就像牢狱一样的困住我们 层层地困住我们 所以画三个方块形重叠 意思就是说 我们很难突破 五阴身 很难突破 这个十八戒的束缚 很难 那么最右下角 就是我们修行 碰到的 逆境叫做魔 障碍也叫做魔 我们会碰到哪一些呢 五阴魔 什么时候五阴魔呢 比如说我们的色伐 这个色身 痛苦就很多 烦恼就很多 在我们修行上 会有很多的烦恼 障碍 烦恼魔 天魔 它为了怕你超出三戒 它减少它的魔子魔孙 所以 你的修行当中 它为了障碍你 就是天魔 死谋是无常谋 其实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无常的审判 所以人家说 师父 你告诉我们一个 世间上唯一的真理 而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得以受用无尽的真理 麻烦你用最简单的 来描述 我说 用无常 是永恒的真理 无常 是永恒的真理 懂得无常的人 就懂得一切 就知道一切 不值得那么执着 有得失强烈的观念 这个世界 你所爱好的 完全是妄想 你所追逐的是 追逐你自己的福报 因为你来这个人世间 你本来就有带一些福报来 你造的恶业 也是造你自己的恶业 因为一切也是无常 所以无常 加上空的思想 那么就是不媚英国 不媚英国 那么因为空的思想 是超越英国 可是又不能落入断面 又必须接受 无常的英国定律 因为英国是无常法 有真有简 那就是无常 那么活不上对于英国 又超越 为什么 因为他不受英国的支配 他虽然受到英国的支配 可是他能够 不为所伤害 比如说我们的果报 要受到很多的百般的痛苦 那么这些苦 对佛来讲的话 如梦幻泡影 有受跟没有受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在经典里面讲 大字里面有描述 佛的果报 不媚英国 如风吹光 如刀割水 了无痕迹 如风吹这个光 这光你风怎么吹也没有用 如刀割水 你这个刀子割这个水平面 也没有什么作用 你一样还你那一刀 那一刀对佛来讲没有什么作用的 如风吹光 如刀割水 还是不媚英国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考试 这个地方没讲到 那么我们再来 要看第六了 第六 这个第六还没讲完 所以放开十五页 十五页 十五页就第六觉之 我们贫苦是多愿 含劫恶缘 菩萨不思 等念冤情 不念旧恶 不争恶人 那么这个意思是很容易了解 但是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需要真的下功夫 那么忍入这一方面 是佛所赞叹的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懂得这个经典的教义跟教理 但是如果不懂得怎么样 再忍入下一点功夫 那我们也是了不得力 也因此 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功夫 忍入是佛所赞叹的 因为在这个 是这个顺利恶尽当中 你不争恶人 就是不去恨这个坏人 还是我们平常也会碰到一些 不止坏人这一方面的逆境 所以我们也必须在 种种的忍耐 种种的角度 我们要好好的下一方功夫 那么在佛教来讲 就对于忍 来忍入了 这个叫做生忍 众生忍耐 就是要忍受这些众生 行扑上道的人 对这个忍 如果不了解 那没有办法入道 就忍入多福 十方三四一切佛 能够入道 正因为从忍入下说 如果不能忍入的话 在大制度论里面讲 只有吃戒而不能忍入的话 永远不能入道 那些表面的功夫 忍入非持戒苦恨所能及 不是修苦恨修持戒的人 有办法跟忍入的人比较的 所以忍之为德 忍耐这种德性 不是持戒苦恨能够比的 所以没有分别心 是真正的忍入 那么佛陀对忍入的赞叹 分好几个角度 第一个 就是人家对他的恭敬 供养 种种的顺境 赞叹 忍耐 不执着 就是不能生一念的 欢喜心 执着心 你看人家赞叹我了 我这多么了不起了 简单讲就是 不以功德至极的人 就是最大的功德 我们一般人 你骂他几句 也许他可以忍耐 但是你赞叹他几句 他可能也受不了 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忘记了 如痴如醉了 一个恭敬供养 要忍耐 第二个 那么就是 人家 撑骂打害 种种的逆境 要忍耐 不能撑老 这是对人 的忍耐 就是生人 整句来讲 叫做众生人 第二个叫做法人 法人的意思 就是观法而人 什么叫做观法而人呢 一切法不离心 一切法不离心 要不然就不离境 心跟静 就是两种法 心就是理 静就是四项 简单讲 对于理上的 你要忍 对于四项上的 你也必须忍 我们从心地上来讲 我们要改的 有四种烦恼 一定要改 第一个 要称混心 一定要改 称怒心 很怕没有得到 所以这个忍耐的 最主要原因 就是强烈的 得失观念 那么这个得失 包括金钱 名利 女色 男女的感情 如果 他也悟到 元旗 现空的道理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一切法 了不可得 必净 女盘 不生不灭的道理 那么这个忧愁 就化作 慈悲 他会把忧愁 自己的心 会变成忧愁众生 你怎么这么可怜 就变成 灵敏众生 忧愁 也是一种力量 但是这个力量 可以转换 就透过空性 就会转换成慈悲 会变成慈悲 所以菩萨没有什么烦恼的 就是因为烦恼众生 而不修行 这是菩萨最烦恼的 第三个 要改掉的习惯性 就是悲哀 所谓悲观主义 或者是太自卑 太过自卑 比如说 跟人家挑大便 那就是很自卑 悲哀观 意思就是 看清自己 比如说 残障 然后就 对自己自暴自弃 或者是说 自己有某些缺陷 就是人生的悲哀 学历不够 或者是 种种的缺陷 家庭 没有什么背景 每天就抽烟 酗酒 打麻将 要不然就吸食 安肥他命 内心里面充满着 灰色的思想 就悲哀 所以人应该很乐观进取 乐观进取 我们常常觉得是 我们听到佛法是世界上很幸运的人 那么这个悲哀观 那么就会化解掉 第四个需要除掉的 就是欲梦 欲闷 就是忧郁的欲 以前有一首歌叫 Blue River 蓝色的多脑盒 Blue River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类在里面 不要充满着烦闷 闷 纳闷的时候 我们众生 大部分的人 就是不觉悟的人 他这个烦闷的时间 超过快乐的时间 太长 那么快乐的时间 这些到最后 他也会烦闷 因为他 没有主体 没有主要的目标 人或者没有目标 就是一直拼命在追求 你不相信 你好好的观察一个人 他当他做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空虚 他会很无聊 他既不觉悟人生 也不晓得人生的方向在哪里 然后他就要想尽办法 我坐着 到日夜潭走一走 要不然到泰国走一走 开个派对也不错 他总不会说 我来念念佛 解烦恼 然后他就说 来去打开XO喝一杯 要不然我去这个头发 今天躺着这个头发 反正现在闲着没事 你注意看看众生 他闲着没事 他是一定要找事情来做 那找到事情来做 做的话 就是烦恼 那高僧大德不一样 你叫他坐 坐在那边 他就不动 他心不动 因为他不晓得 要追求什么 就是善体 无声的人 他不会烦闷的 善于体会 无声一切法不可得 你追求什么东西呢 你所能掌握的东西 那也就是生命的真理 我爱真理 这是我唯一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否则你活着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活 我问你 你活着为谁 你忙什么 迷迷糊糊 不晓得 不晓得 如果这个真理 你内在没有 拥有真理 你说你活什么 开开派对 吃吃烤番薯 烤肉 就像我以前一样 迷迷糊糊的 念初中 高中 人家就很恭维 好学校 然后去烤肉 我就去 走一走 然后回来 带一个随身厅 录音机放 唱歌唱了整天 回来累的半时 那也不晓得到什么 吃了两片肉 结果非常不适合烙赛 然后跟你孩子 跟你孩子谈了老半天 他也不给你碰一下 对不对 你还不敢 他不想要搞什么东西 整天走一走 无聊 现在现在 无聊派 真的是 你就不晓得 在追求什么东西 就想起来真的很可怜 很可怜 以前就迷迷糊 现在知道了 说我爱真理 真理是我唯一 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就是说我们真正得到的生命的东西 没有拥有真理 我们的灵魂显得更苍白 更苍白 没有色彩的灵魂就是苍白 有真理 那生命多么的美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烦闷 也是因为我们不懂的真理 不提到 不体悟着这个无神的真理 如果你提到这个虐盘的真理 那乐 清凉 安详 一切的喧哗 吵杂 以我们了不得力 了不相干 你吵吵你的 你造业造业你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发现圣人的心态 原来就是这种东西 它不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而是找一颗安宁的心境 找一颗安宁的心境 找一颗安宁的心 就是我们今天目标 所追求的真理 追求的真理 法人 就是对心境上的烦恼要忍 那么对外境上的人 要忍忍了哪几种 第一个寒热 寒 寒冷跟热 我们要忍耐 是吧 当我们没有冷气吹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以前有些电风扇已经不错了 但我们有一支电风扇 我们还不知足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自己 那古人哪里有电风扇呢 现在的一个最烂的人 都比以前的皇帝好 真的啦 以前的皇帝听过电话吗 他从山海关到驿关 他知道到什么关 那个要多久的时间啊 那个马啊 所以要用那个驿马车 一站一站三十公里这样跑 这个信件跑三十公里 传给第二个传给第三个 现在到美国 到日本00281 一打就到日本了 像以前的买 怎么走死 以前的日 这个皇帝啊 比不上现在一个最平凡的人啊 比不上的啦 对不对啊 以前那个皇帝旁边还用几个宫女 那个芭蕉伞 你现在电风一开 呼 以前的皇帝开心就说 这么好的电风 对不对 以前的皇帝怎么能够现在跟现在怎么比 晚上的电灯 电灯 哦 还要人持这个火炬啊 哦 这个整个皇宫才看得到啊 以前那里有电灯 现在不要 你只有三岁小儿子他也会开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如果说对现在的状况不知足 就想到这古人有多苦啊 古人有多苦啊 我们的苦怎么能够跟古人比啊 还当皇帝 皇帝那一件龙袍 以前又没有冷气 你说那件龙袍怎么穿啊 哦 每天五点多上朝 啊 有数兵不不数铁条 啊 风兄我还要拉死了 出来了 趕快死了 啊 所以说 以前的皇帝也不如现在一个人 现在我们家里每天 大家都安冷气嘛 大家都安冷气嘛 寒热 我们要稍微忍耐 风雨 我们要忍耐这个风 风跟雨 像今天呢 这个这个雨啊 我们也快没水了 水库也快没水了 这些正来的正是时候 好 再来 饥渴 我们要忍耐 这个外境的 再来 衰老 这个饥渴啊 就是我们呢 很穷啊 经济上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 饭吃得不好啊 就是我们要稍微饥渴 我们要忍耐 委屈 再来衰老 所谓衰老 就是我们年纪慢慢地长大啦 皮肤啊 发皱啦 那么因此我们需要怎么样 一般人就需要保养啦 那么这个人的外面的衰老还没有什么关系 最怕的就是什么 最怕的就是我们心的衰老 我们的内在衰老 我们呢 心里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颜面 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貌相 所以一个内在里面健康的人 有修的高深大德 他虽然年纪很大 但是他会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为什么 他内心里面充满了一种智慧 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欢喜 所以他虽然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 你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他是六十岁的人 六十岁 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如果一个四间人啊 四十岁的女人啊 四十岁的女人 跟一个四十岁的比丘尼比起来 哇那差太多了 那四十岁的比丘尼 他看起来的人 那个皮肤就是非常好看 而且非常的年轻 当然了 你的比丘尼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就没话讲了 一般来讲身体很健康的一个比丘尼女众 四十岁怎么看不出来 四十岁的男众啊 跟四十岁的比丘啊 你不想试试看 你站在我的旁边看看 你老还是我老 我这个不讲你知道我四十吗 我讲实在话的吗 你怎么知道我四十岁啊 这个世界人啊 这个脸色看起来就会比较成熟啊 但是老化 修行人不一样 修行人内在里面充满着欢喜啊 智慧啊 他在不需要烦恼那个东西 大不了分开 大不了没有 那你没有得失观念 对不对 你跟我合不来 对不起 或者说我跟你有什么瓜葛 那么就尊重嘛 那你一直害我 那我不报复 所以一个内在系 有解脱的修行人 他没有恨 那只有爱 更慈悲 内心你一个充满着智慧跟慈悲的人 你怎么样 境界他都没有什么 不受影响的 再来就是要忍耐病跟死 所以我们人呢 会对死亡一种恐惧 如果我们对死亡的恐惧 我们一定要接受一种观念 就不会恐惧 那就是全世界的人 每一个人都很公平 都要死 所以你一定要接受 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死的观念 那么你对死亡的恐惧 就会减低 谁都没有例外 爱迪生 爱莫生 那莫汉莫德 耶稣包括佛陀 他都要接受这个 生老病死的定律 所以不生不死 那我有悟到空性的法生 所以恐惧死亡是不对的 要恐惧这个生 你来生就一定要死 所以忍而不知走 这个生人 再来就是乏人 这个就是乏人 乏人就是在于 在内在跟外在 通通要关照 再来就是无声乏人 无声乏人就是 关照诸法 缘其信控 安住在无声的法里 那无声当然就不灭了 这个无声就是 没有得失 没有来去 没有增减 你想一个人内在里面存在 没有增减 你说他是什么心境 现在有钱 他也不觉得增加 没有钱 他也不觉得失去 或者是减少 你说一个人心境 不增不减 你说那是何等的境界 世界上什么事情 会让他痛苦的 本来不增 那也当然也不减 本来不得 当然也不失 现在有女朋友 那也不算是增 有一天他失去了 那本来就没有了 减少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不增不减 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哇 这种境界太高了 太高了 无声乏人 无声乏人 我常常说 你们要是说 不懂的这个很简单 观察五十年前 你们在哪里 一百年前你也不在 所以禅宗常常常 告诉我们父母 卫生前本来的面目 是什么叫你参 所以我们本来 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有 虚妄的身 虚妄的死 虚妄的老 虚妄的病 然后在生老病死里面 虚妄的打转 执着 然后恨 怒 愤 交织 造成一种业力 借着业力 来当做我们生命的素材 我们将来借着业 跟这股力量 去创造另外一个 阶层的生命 另外一个 阶段的生命 就是因为我们的业 来当做我们的体材 如果我们把这个业 转成无声 马上就进入 圣人的境界 操作三界 好 我们既然由 圣人 法人 无声 法人 这三种人 圣人 就是观人 而忍耐 法人 就是观法 而忍耐 无声 法人 就是观空 而能够忍耐 那么忍跟慈悲 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你能够忍耐 那么你就会产生 无量的慈悲 一样的 生缘词 法人 无缘 大词 我们来个解释 生缘词 就是说 我们人会发脾气吗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才会减少发脾气呢 我们有生缘词 是 这个生 就是众生的生 缘 就是 这个外缘的缘 就是慈悲的词 生缘词 就是 我们必须以慈悲心 来看这个 十方六道的众生 如同什么 如同父母 兄弟 如同姊妹 这个要念姊妹 不能念姐妹 念姐妹是不对的 要念姊妹 那么 而常诗语的 就是十方六道的众生 都是我们的父母 兄弟姊妹 那么我们必须 给他快乐 那么你要给他快乐 你将来就不会对这众生发脾气了 对字非理称 对字这个非理的 他对我无理 你就想 他是我前世的父母 前世的兄弟 你什么事情都把它想成好的 比如别人对 很对不起你 你就想说 他故意这样做的 来成就我的道业的 没有他 我怎么有今天的觉悟 来继续来协佛 哇 这一下就解脱了 一下就解脱了 就是对字非理称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对有道理的我们可以忍耐 对没有道理的我们忍耐不住 那么现在要告诉你 修行 要修那个没有道理的 那个你都要忍耐 有道理的叫做训练 没有道理的叫做磨练 哦 那这样子很好 那么因为我现在修 修行的法跟你们不太一样 我现在修行的法就是 以一切众生几乎断结来源 断结这个交往 我现在修的是这种 这种行 因为我不是圣人 我不跟众生打滚 你有问题 你来找我 我本身我不找你 我现在修的是这种 随缘行 随缘 我绝不攀缘 不绝不攀缘 我也不带给众生怎么样苦恼 我也不接触众生 反正你有问题你来找我 那我能跟你回答回答 跟你解决能解决 不能解决的就没有办法 第二个叫做法原词 法原词就是达到诸法皆空 破除我相 或者意义相 意义相是同一相 或者不同的相 意义相 那么因此转而慈敏众生 常识一乐 这个叫对之顺理称 顺理称 就是说 我悟到了这个空啊 空性啊 可是那我们还是要慈悲 灵敏众生 因为万法皆空嘛 所以对着这个得失啊 好坏 伤害成就 这个都虚妄的东西 我还是要保持 我们的本来的面目 那么就是大慈大悲 既然破除我相啊 以及种种的相 达到诸法皆空啊 那么就是法原词 对字顺理称 顺理 顺理就是这个道理啊 很符合你啊 你懂的道理啊 但是你还是要对字一下 免得落入啊 这个顽空里面 无言词 佛是不住有为 或者不住无为 也不住过去现在 未来的三季 为什么佛知道诸言不识 只要圆 就是条件过程的 这个人生跟宇宙 都不是实在的 是颠倒希望的 所以无所缘 而以慈悲心 能够谱言一切众生 死互以乐之意 就是说保护众生的快乐 这个利益 那么对着这个仓慧啊 我们最重要就是 不能征颂 征颂 就是互相征颂 碰到没有办法解决的误会 毁谤 逆境 顺境 只有一种办法 可以解决 就是忍耐 加上沉默 世界上只有这两种美德 可以解决世界上一切的纷争 以暴自暴 那是下下策 上上策 就用忍辱 加上沉默 有的人能够忍耐 但是没有办法沉默 他能够忍耐 但是他事后会呱呱叫 会呱呱叫 忍不过去 忍耐如果加上沉默 就是没有什么好谈的 本来就没有 这个人的境界就高了 那么对着这个称慧啊 在法华经里面讲 说释迦牟尼佛说 因为提波达多的缘故 所以提波达多常常要害佛嘛 所以他让我六波罗蜜巨竹 他让我得到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乃至十八种不共的神通道理 成就正等正觉 广度众生 都是因为提波达多善知识 你看释迦牟尼佛多伟大 这个一天大晚都要让释迦牟尼佛 使得提波达多 释迦牟尼佛竟然这样讲 那我们你看看 法华经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说这句话蛮重要的 只有几二十个字而已 这句话倒是修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句子 大慈悲为事 教室的事 我们用大慈悲来做我们的教室 就是安住在这个地方 柔和忍入衣 柔温和忍入来做我们外表的衣服 再讲一遍 大慈悲为事 教室的是柔和忍入衣 用柔和用忍入来做我们的外衣 就是我们要穿着柔和 穿着忍入 诸法空为座 座就是加一点 然后一撇 座 然后里面写一个座 就是广 广的这个盖头 然后里面加一个座 不是加一个黄 诸法空为座 就是你以什么为座呢 座在哪里 座在一切法皆空 就是无所住 才是真正的座 除此为说法 除此安住 这个 某某地方 除此 彼此的词 为说法 安住在这个地方 来当做 向一切众生说法 教他们要大慈悲 为事 柔和忍入 为依 诸法空 为座 除此为说法 来说这个法 就是你 开示众生 都必须不离这几个角度 环境里面讲 是一念称心起 百万障门开 你起一念称恨心 你所有的障碍就起来 所以偶艺大师说 是出世间的事情 无不成于忍 无不成于词忍 两个字 慈悲忍辱 世间法也好 出世间法也好 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用这两个角度可以完成的 那就是慈悲忍辱 那么我的境界不够啊 所以我现在所修的就是远离 远离 这些众生呢 我不跟他打转 也不跟他打交道 什么生意人啊 高官显赫 我也不会去攀岩 有钱人啊 没有钱人 我也不会去攀岩 这些残障病苦的 我也不会瞧不起他 我现在只是安住 我个人的生活 很认真看经典 认真用功 持咒念佛 我一切随眼 我就是不攀岩 也不瞧不起别人 所以我一直保持 我内在里面 非常的安静 过着我出家 应该过的日子 有的人是一直 每天在追求 而我没有 我不晓得要追求什么 我既不缺少三餐 也不缺少一张床铺 那我再来 不想要缺少什么 所以对我内心来 你里面来讲 我觉得我这个 现在的年纪 悟到这个佛法 我佛得非常超越 我佛得非常安静 很知足 我佛得非常的知足 我不晓得要烦恼什么 我不晓得要烦恼什么 因为少益也无为 身心就自在 第七觉悟 第七觉悟 翻过来 是五夜的地方 是六夜的地方 第七 无意过患 虽为俗人 不然是乐 其实这个无意 才是明师岁 过患 超过的话 那就麻烦 虽然是书家人 这是指你们学佛的 在家居士 不然是乐 也不会污染这些 世间的乐 世间的乐就是明 利 女人就是爱眉 化妆 每天穿着 貂皮大衣 皮鞋 马蝎 那么男人的话 就抹那个油 西装逼挺 世乐 世乐就是老婆一个接一个 世间的乐 不然你说世间人 对他追求什么 不然是乐 常念三一 一波法器 为什么要常念三一 一波法器呢 因为常念三一 三一 瓦波法器 那个是圣人的标志 意思是一心向圣道的意思 其实在家居士 常常念的说 哎呀 人家出家了 三一 瓦波法器 那么这个是将来 能够成就圣道 是 一波是圣贤的标志 所以是 常念三一 瓦波 那志愿出家 守道清白 那是将来有姻缘 我们能够发个心 走出家的路线 守道清白 犯恨高原 慈悲一切 犯恨就是慈悸清静 高原就超过一切的 这个世俗 慈悲一切 慈悲一切众生 这个无意过患 在儒家来讲 他也讲得很清楚 儒家来讲 孔老夫子是 把它分成三个角度 第一个 哨之时血气未定 戒之再色 就是年少的时候 血气还没有很定 那么 怕的就染上女色这一关 年少之时血气未定 戒之再色 极其状也 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 血气方刚 戒之再斗 就是年纪稍微大 少之时就是二十岁左右 那么极其状 大概就是从二十岁 一直到五十岁 这是状年期 戒之再斗 就这个时间最会斗欧 斗欧就是打打杀杀 两句话的时候 你算老几呀 你没有贪听看看 我这个角头啊 动不动就要让人家死 所以极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再得 等到年纪大了一点呢 因为身上没有钱 也没有人奉养 那么心就会得到贪 希望得到一点 血气既衰 戒之再得 那么戒之再得 所以色斗得 那就是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三个 跟我们佛家讲 得就是财产嘛 那么斗的话 就是我们佛家里面 所讲的这个贪嗔痴 贪嗔痴 那么血气未定 戒之再色 佛家里面所讲的 就是男女 所以因此 这色斗得 那差不多都是包括 我们佛教的一切 那么五义就设身相畏处 那么有人讲 财死明十岁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人为了财产而死 鸟为了吃的而死亡 你要是打开报纸 因为钱财的问题 发生事情的 那太多了 那么色 这在印光大师里面讲 是色这一关 世间人 无疑能够幸免 没有一个有办法躲过的 那么 那么他这个 在印光大师里面 他就叫我们观想 是说 观想你人的不净之处 当作是一个毒蛇的头 我们男孩子的时候 如果没有办法断除 这个男女的欲 就观想说 那么 当我们男女在一起的时候 就观想 那个是毒蛇的头 你们要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是毒蛇的头 会咬人 那么这样子慢慢地观照 这些印光大师教我们 破除拟色的一个方法 那么再来 就是说 如果你不能吃蛇素 那么最起码你不要杀身 在这个吃的方面 我们稍微节制一下 那么现在人的快乐 那么就有几个 比如琴棋书画 如果你以前有学过毛笔的 对弹琴 下棋很有办法的 书对画 都有办法的 那么 要放下 要放下 这些 不能了生死 广化法师 以前这个毛笔 写得都非常好 出家以后 就 常常在念毛笔 有一次在写毛笔的时候 这个立行菩萨 立行菩萨 就看到他在写这个毛笔 拿起来就丢 丢掉 把它丢了好几丈远 说这个怎么能够了生死 你每天沉迷在这个地方 从此以后我们 在广化牢上就 那时候还年轻嘛 就把这个时间呢 缩短 该写的 人家叫他提字 他提一下 平常他就不练毛笔了 所以有的人讲说 师父啊 那里有人要来这里 交毛笔啊 那么你是不是愿意啊 请那个毛笔的老师 来教他毛笔 那么因为我听到这个故事 我认为 随眼就好 那么如果我现在来念毛笔 来得及吗 我今天39 我在念毛笔 来得及吗 那如果说我 真的不会写毛笔 很简单 我用三百块 去外面叫人家写一张 看里面小块碎的 开三百块 你说我们要 祝人家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就是价贺西归 上品上生 九品莲花 花开见佛 使得其所 不晓得有没有人这样提 三百块 三百块 他就会帮你写得很漂亮了 你还需要自己来练毛笔吗 对不对 那你以前写得漂亮 没话讲 所以这个还是不要 再来要戒的 就烟 酒 渡薄 这个一定要戒 非戒也不行 所以我们希望 邪佛的男众 叫他不要抽烟 叫他不要抽烟 希望你们这些男众们 不要抽烟 邪佛的女众抽烟 那是真的太可怕了 这女众抽烟 你像什么姿态啊 敢不看一条 再来 就是电影跟电视 这个电视啊 电影要看情形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有教义方面的 那么这当然没有话讲的 就是说 看了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见闻的 又是某些地方还是很值得的 很值得的 那 再来就运动 田径 运动田径 上次有一个人 送了我一样东西 我打开以后 我很惊讶 他上什么 说送我什么呢 送我一双 白色的运动鞋 然后送我一件短裤 然后送一件 那个提议你知道吗 提议就是请个吊嘎 你现在想象我 灰力法师穿的这三个东西 你想象看看 你看 还送了我一支蚁毛球 牌子 你现在想象说我在打蚁毛球 这样跳来跳去你看 他在外面 他如果看到我在打蚁毛球 他要说顶礼师傅 穿这样就没成师傅 啊 就是啦 这样说送我这个 因为经常留音带 听来说师傅的身体不好 结果去为这些运动器材 为这些运动器材 就是啦 出家人那有威仪啊 只怎么讲运动 所以我们这个很保守的 你就是慢跑我也不敢 慢跑我也不敢 走一走可以 比如说我们出去外面 走一走啊 绕个圈子啊 啊对不对 你怎么慢跑 慢跑能看吗 哦这个这个唱功很重视这个威仪的哦 我们稍微走路走快一点啊 唱功就就会警惕我们 修行人心平气和 不要心服气躁 我就是一直很重视这个威仪 你走快一点就不行 那就是啊 还那个 买那个录影带来看那个 油洋舞蹈 一万吗 二吗 三吗 就是一人 所以这个运动啊 田径啊 这个你们在家去世当然可以啦 在家去世当然可以啦 我们出家也不行 这能看吗 我只为这走到那一条路 这样整路都在叫非理法师 龙八卦 龙中八卦 那是要怎么运动 那这 那 你说我穿那些抵护 那些人就会说 师父阿弥陀佛 我都 看我自己说 阿弥陀佛要穿这师父吗 我好喝你啊 所以这个不适合 你们在家去世当然运动 大概是no problem 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 再就是打拳武术 打拳武术 打拳武术 那么以前在这个这个 松山少林寺 那大概可以 因为山上没有在家居士嘛 那都是出家人啊 那以前的出家人的武功 那是很厉害 现在的出家人啊 也不能 都是在城市 那你不找人家 人家找你啊 那你在那边 化得悠悠悠 要求死人 所以这个打拳武术 也尽可能不要 再来就是斗狗斗鸡 我们呢有一个在家居士啊 啊 那问我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问大家 他说他养了一条狗啊 是很好的 啊什么什么什么钱啊 哦 这个牧羊犬 那牧羊犬 牧羊犬一直是很多钱啊 那么他呀 说为了赚钱 那么这一只是母狗啦 母狗 母狗为了生小孩 生了小狗啊 可以赚到钱 就把这只母狗啊 牧去打症啊 那问师父说 这样子 是不是有犯到什么啊 还是 那你们的回答怎么样 你认为 这叫做牧羊犬啊 牧羊犬这两家告结婚啊 那你认为呢 这个在佛教的力学里面想不可以 养狗啊 为了赚钱啊